加州州長劉森在今年立法議程簽署了多項新法案 以下是自2024年1月1日起將影響居民鬆活的一些新法律 勞動力方面,加州的最低工資將從2024年1月1日起增至每小時16元 這是將最低工資與通貨膨脹掛勾而作出的調整 此外,AB1228法案將從明年4月起 令快餐工人的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20元 並設立一個快餐委員會以決定未來的工資增長和工作條件 SB525法案則將於明年6月令醫護人員的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23元 未來兩年將每年增加1元,直至達到每小時25元 SB616法案將零加州所有存職 和兼職工人的大薪病假天數從每年3天增加到5天 住房方面,AB12法案要求房東收取的押金不得超過一個月的租金 而SB4法案則消除了監管障礙 允許宗教組織和非迎離大學在其土地上建造經濟式用房 交通領域AB413法案自在通過禁止在接近 人行旺道附近停車來增加行人的安全 AB645法案則允許綠燦基、長灘、屋輪、三藩市、San Jose 和Glandale安裝超速攝像頭以防止超速行駛 在食品安全方面,AB416法案允許酒吧和餐廳銷售日本燒酒 而AB899法案則要求嬰兒食品製造書 定期測試其產品中的重金屬含量 消費者保護法案 自在令修理電子產品和家用電器更容易 而SB644法案則允許消費者在預訂 確認後24小時內取消飯店或短期租入預訂 而且不受懲罰 在網絡和社交媒體方面 24日提案即加州消費者隱私法 將於2024年3月生效 制定了個人資料收集、保留和使用的標準 並允許消費者阻止企業出售或共享其敏感資料 教育方面AB607法案要求加州社區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 顯示課程材料和課程費用的估計成本 而AB1138法案則要求加州學院和大學為遭受性侵犯的學生 提供前往檢查中心的免費和領名服務 槍支方面AB200法案對槍支和彈藥銷售 徵收11%的稅以資助槍支暴力預防和學校安全項目 SB2法案加強在公共場合攜帶槍支的限制 禁止21歲以下民眾取得隱藏攜帶許可證 並要求所有許可證持有者接受更多培訓 2024年實施的心法涵蓋工資、住房、交通、食品安全、消費者權益、網絡隱私、教育、刑事司法、槍支、到移民政策等多個領域 加州居民將在2024年面臨一系列的重大變革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